可以在iPhone上调颜色亮度 4K就这么大一点 大就是爽 高性价比你绝对用得到的Mac配件有哪些 今天分享这几款 开始之前呢 别忘了点赞收藏 首先必须是显示下 大家都知道Mac的屏幕呢 哪哪都好 挑不出什么毛病 那就是有点小 那用来一个级还可以 长时间用的话 我这老年反攻加盖化的脖子 怕是不要了 而且接口也没有windows丰富 像我们平时用的鼠标键盘 还能用蓝牙 想在外接设备 就只能用脱软屋了 选来选去 选了这款明基的EW2880U 就可以很好解决这两个问题 大家可以看看 28寸大屏幕和笔记本的对比 也和我现在用的27寸对比下 像Word的表格空间也更大 那剪辑的时候下面的时间线呢 还预览区域都更大 28这个尺寸 只要你不是发烧玩家 用到退休都没有问题 加上两个3瓦的内置影响 试听体验都很不错 大屏幕用来看电影 听歌 比笔记本肯定是强100倍的 我宣布大就是爽 屏幕光大也不行 显示效果也得好 最好和Mac接近 这样来回车的时候呢 眼睛又不觉得累 这款显示器覆盖 DISPLAY P3 苹果色域 基础色彩和Mac匹配 并且还有针对Mac优化的 iBook模式 色彩很接近Mac 剪视频的时候都会把它打开 可以很好的监看画面 剪辑起来更高效 连上自带的内置瓦 全够了Type-C线 直接给电脑供电 这些大多充电器也都不用了 两个HDMI加一个DP口 连主机啊 游戏机都没有问题 那长时间看明目 就怕眼睛内啊 特别是像我这样 除了吃饭睡觉 就坐在电脑前面 它也比我之前用的更舒服一些 有德国来认证的低栏光 低频闪 不仅看着更舒服 还会提醒咱们休息 我之前也很多次说到过这个品牌 毕竟在专业显示器这块 那产品力也是杠杠的 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看看这款 那肯定不会错 灯光也是必不可少的 房间不是都有灯吗 反正我这个出租屋的灯实在是太暗了 这要到我这块更暗 在这个环境下看电脑 怕不是跟眼睛有仇吧 这就可以用灯带 可以贴在桌子后面 或者像我这样贴在屏幕上 打亮墙面 那眼睛看的时候 背景这块都是亮的 这是开灯和不开的效果 大家觉得这个效果明显吗 那我这款是E-Lite LED灯带 可以在App上调颜色亮度 大家搜灯带也有很多选择 背景亮了 咱们的桌面也不能落下 普通的台灯也行 但是很占位子 特别是我这个小桌子 已经没地儿放了 屏幕挂灯刚好可以 直接挂在屏幕上 那我这款是小米 屏幕挂灯一带 这个小容器来控制开关 色温亮度 整个桌面都亮了 追求性价比可以看看 现在升级的E-L4 追求完美的话 有名的Screen Bar 这个我是没填过 但是效果肯定很棒 官方要是看到了 咱们来合作一期也挺好 大家电脑屏幕是不是也很容易脏 这么金贵的屏幕 用卫生纸擦 就可能光滑了 这就可以试试擦镜纸 包装很小啊 撕开也就这么大一点 刚好可以擦电脑手机镜头 特别是和我一样戴眼镜的朋友啊 都让你装几个眼镜脏了 直接拿出来用 比用衣服可不很多 咱们用的时候 也要注意顺着一个方向擦 特别是眼镜镜片 来回撒 就可能上面有些小的灰尘 就把镜片给刮花 我会把上面说的这些产品 放在了评论区置顶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购买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投币收藏一千三连 我是小代 我们下期再见